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他一直流浪在外 苛刻壮壮终于来到了印第安人从前的烧战 也就是牧场创始人脑袋喂乌鸦的地方 凭着强大的野外求生能力 要存活下去自然不是问题 可这样毫无目的地活下去又是否还有意义呢? 这时他在橱柜上看到了一段话 上帝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而橱柜后面竟然藏着一把榴弹枪 这难道是上天给自己的指示吗? 夜晚特洛伊将西日同乡安葬起来 一直到隔天天亮 他坐到了死者的位置 手里把玩着仅剩着一发子弹的手枪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就在这时背后传了一阵声响 改变了他结束性命的念头 只见他朝天开了一枪 并露出猥亵的一笑 给人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啊 故事回到牧场这一边 虽然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缓解 然而各种危机却不断地找上门来 此刻社区的牲畜 因为长期缺水而日渐消瘦 而且还吸引了周边的行事群 继续放养牛群只为加重农场的负担 在种种考量下 尼克也唯有忍痛 下令杀死所有的牲畜 好消息是 近期应该会有很多牛排可以吃 不过曾经见证牧场风光的杰克 可消化不了这个事实 尽管小牛艾丽莎全力开导 但杰克似乎不想留在这个伤感之地 甚至还多次邀请艾丽莎 一起离开牧场远走高飞 从此过上没羞没骚的生活 好一个计划通呢 可艾丽莎并非背信弃义之徒 更不会为了儿女私情 抛下家人 于是果断拒绝 与此同时 眼下牧场群龙无首 没有人知道麦马等人是否安全归来 他们只能够自己靠自己了 无奈小力威望不足 杰克软弱 反倒是尼克 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大家推损的对象 只是尼克一直活在 杀死牧场老爹的阴影之下 同时也心细被流放在外的特洛伊 因此根本就无心当领袖 这一天 睡不着的他戒烟消丑 殊不知抽着抽着 特洛伊竟然猝不及防地出现在身后 精神萎靡的他似乎已经多日没睡 说话也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说什么这个地方很快就会灰飞燕灭 希望尼克把杰克给找来 让他见证这个美丽的时刻 靠北哦 是他攻三小 尼克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特洛伊变神速溜走了 隔天一早 杰克还在为远走高飞的事 和爱丽莎争论不休 一时情绪激动 还质问他是不是有预谋勾引自己 从而帮助家人夺取牧场的主导权 气得爱丽莎说不出话来 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小情侣的争吵 尼克将特洛伊的事情说了出来 杰克一听生气气 施必要清理门户 以绝后患 于是便跟尼克结伴出外了 离别前 爱丽莎把自己的真心告诉杰克 场面有点感人 怎么感觉更像是在立flag啊 好了 尼克·杰克二人组一同出外巡视 才没过多久便发现不远处尘土飞扬 向前一看 直接瞎得一脸懵逼 这件悬崖下成千上万的行尸群 正在朝着牧场的方向前进 难不成地狱者杀上门了 本想开车引导这一拳行尸改道 殊不知再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特洛伊干的好事 早前打断他自杀念头的声音 便是这一拳行尸大军 而这几天他不免不休 就是不断地在用榴弹枪制造巨大的声响 引去牧场 实在是有够坑低啊 牧场老爹如果还活着 也肯定被你坑死啊 爱丽莎一得知消息后 立马找了小丽商量对策 事到如今 他也只好将特洛伊之事说出来 而这也就引起了一个矛盾 如何知道这不是特洛伊设下的圈套 偏偏他们又联系不上克克二人组 此刻 杰克看着走火入魔的弟弟 实在是忍不住要替天行道 一向来对弟弟容忍的他 再也无法看着他危害社区 作为过来人 尼克再三劝阻 如果这一枪真的开下去 杰克的往后余生 都会活在杀死弟弟的愧疚当中 就如同尼克杀死牧场老爹一般 不料 该死的特洛伊还在出言挑衅 或许让哥哥杀死自己 正是他所乐见的结局 三人对峙的期间 唯恐天下不乱的特洛伊 说出了牧场老爹真正的凶手 尼克 出乎意料的是 这对杰克来说 似乎也不太重要了 只是一想到 爱丽莎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却又对自己虚情假意 那才是真正的最打击她的事 唉 自己付出的真实情感 全部都沦为泡沫 不管是自己照看多年的弟弟 还是真心付出的女孩 这实在是很难叫人不崩溃啊 眼看杰克就要开枪 一旁的尼克在情急之下 竟然直接把杰克给拍下小山坡 这时 一群刑狮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围攻众人 杰克的手也因此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也太突然了吧 尼克当机立断 采用了经典的截肢急救 刀起刀落 一直手去就要没有了 然而 这也仅仅只能够防止失化 如果断手不及时得到治疗 杰克同样也会失血过多而苟呆 尼克开车一路飞驰 无奈返回牧场之路早已被刑事堵住 事情看来实在是不太乐观 牧场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呢 此时的他们还在研究着事情的真伪 直到听到远处传来刚刚的枪响 这下他们才不得不信真的是大难临头了 眼下要逃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于是一伙人决定来个背水一战 而既然要开战 那自然也不能够再独霸武器库了 危机当头 不管什么种族 所有人纷纷地拿起武器保护家园 印第安人的战代老大先是吩咐众人移动房车 一列排开来挡住牧场的大门口 这当然不足以抵挡行驶大军 只是希望引导他们绕道而行 不过这样的策略会有效吗 看艾丽莎一脸忧心的样子 就知道这次的行动有多么的凶多吉少 果不其然 行驶群很快便冲破大门 涌入社区的范围 有的从车底转入 有的合力推车 相当有团结精神 而车子终究不是行驶大军的对手 眼看防线就要被突破 艾丽莎随即下令 所有人撤退躲到地下储藏室去 此时行驶群迅速涌入 场面顿时陷入混乱 身为领导之一的艾丽莎 与其他主力成员在场上奋勇杀敌 为居民断后 可面对源源不绝的行驶 各个成员很快便轮流领便当去了 像这位白人士兵 想要自杀都没有了子弹 实在是天衣弄人 就连小力也差点成为了行驶大餐 到了最后 一行人占到弹尽粮绝 只能够依赖意志力杀出重围 每次与行驶交手都如此的惊险 让人看了不尽菊花一景 心情随之跌宕起伏 就在最后的关头 他们总算找到了空隙脱身 安全躲进储藏室 可这份安全又能够维持多久呢 远处的尼克 看着牧场的严峻情况 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 而特洛伊看着奄奄一息的毒臂侠哥哥 情绪崩溃 要求尼克给他一个痛快 对此尼克的反应是 故事的最后 杰克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终于还是撒手人寰 找他老爸去了 在特洛伊亲手干掉诗变的哥哥后 尼克勒令他打起十二分精神 先把牧场的人给救出来 再去死一死 而这一局就这样结束了 哎 方虎归山终究还是引发了后患 特洛伊基本上就是一个 更加不受控的尼克 这一次 他低语者上身 带领行事去迈向牧场 实际上真的是要赶尽杀绝吗 自然不是 否则就不会提前通知尼克 心里一直都不平衡的他 大概只是想要引起众人的注意 再逼迫杰克杀死自己 这样一来 他便可以一辈子活在哥哥的心中了 可没有想到 最后必须承担这份愧疚感的人 竟然是特洛伊自己 故事走到这里 又多一个好人领便当了 事实再次证明 好人在行事末日里始终活不久 杰克可以说是行事之举中一股清流 生在相对邪恶的家族之中 却不同流合污 甚至比主角一家人都来得更加正道 虽然大部分观众看来 每个角色并不讨喜 但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还真的是叫人感到惋惜 可怜我爱丽莎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尼克与牧场老爹一家 还真的是八字相克 三个成员直接逼了两个 边边留下一个最疯狂的 继续祸害人间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剧本的沦丧 或许正如爱丽莎所说吧 两人不管是在性格或者心智上 都非常的相似 并有着同样的自毁倾向 加上杀死牧场老爹的愧疚感驱使 因此尼克才会对他特别的宽容 接下来 牧场受困的人们将如何逃过此劫 麦妈等人又是否及时赶的机会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喜欢解释的话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